各位,歡迎來到我的VLOG 現在已經是FMCO第二天 我們住在關丹的就是在走EMCO 究竟生意可不可以實行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 政府是一拖二,再拖三,再拖四 拖到我們沒有機會可以得到APRO 我們唯有在這裡等,今天我們做不到工作 出去做工可以,不做VLOG便沒事 做VLOG到100,000,要給3萬 經過上一段影片,我的view已經爆了很多 所以在這個FMCO沒有做工的期間 我就想拍一個dailyVLOG 每一天都拍一集 今集就是我的第一集 除了拍攝我日常的生活 在每一個VLOG內 我都會加一個element 這個element是一個tutorial 去教你們某一件事 今集的tutorial,我就是想教大家 如何用鏡話來post你們各人的產品 如何製造一個漂亮的poster 設定你們的text,你們的font 放上社交媒體也比較吸引一點 我只是拍照,很大的電影 沒有人會吸引到進來看你的廣告 我們回到電腦桌 看看我們怎樣做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把你的產品放在地上 然後把背景取消 要怎樣取消呢? 其實方法是很簡單的 這裡有一個網站 叫做remove.bg 你只需要在remove.bg上 update你的照片 它便自然幫你取消背景 remove完成後 你可以下載到你的手機 或者是你的電腦 接下來就是打開我們的Canva Apps 在這裡我就用instagram post 跟著按blank的template update我把lighter上去 跟著呢 再update一個background 我update一個火的background so background和lighter都已經update完了 所以第二張照片我就會放一個火 的background在後面 現在呢它是蓋了個lighter的 我要怎樣把lighter 帶回到前面呢? 它的方法很簡單 在下底那裡 你推到一個position的button 你就可以carry forward 它就會把lighter bring forward to the fire background bring forward之後呢 你就可以調大這個fire background 你調到去fitfit 整個白色的位置 但是現在你看到 lighter和background 是不是撞銀色呢? 其實是不要緊的 我們可以調整那個透明度 這個火的透明度 夠淺一點 所以就看到lighter比較明顯一點 你都可以adjust 這個lighter的position 可以拉左拉右 你也可以打直也可以 打橫也可以 放適合你要的位置 接著我們就可以add text 又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text 這裡我就可以選到黃色的text 接著你就可以key in你要的字 下面這一項sales的字 我打算 delete這個element 接著呢 我會留下一個huge chat 這個huge chat 我會選擇去promotion的wording 所以就在這個e裡 backspace了去 接著打這個promotion 太過大不要緊的 我們打完之後 可以拿手指adjust我們的size 接著你可以移左移右移到你要的position 我就移到中間 你覺得這個promotion的字 色水是不夠顯眼的話 你可以加effect 你可以加一些3D 或者有shadow的字 在這裡我就duplicate了多一項字出來 對啦 在這個column 我就打我的價錢 接著我換一換銀色 換了一片紅色 你可以教你要的色水 那就已經大功告成了 我們可以把這個file export去jpg 接著save入去我們的電話裡面 OK 大功告成 我們的artwork 準備好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都不驚不險又到1點了 就是我吃飯時間 封了前面 有人中三萬 不可以亂開店 吃飯打包也好 這個女朋友比較便宜 我們吃熱的 不熱氣不吃 剛剛打包回來也要做熱的 才可以吃 不熱氣也不吃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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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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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就算你申请到Media Letter也好 最重要是遵守SOP 我们明天下一集再见